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爷爷 如果你来就好了 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下午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 我早就准备好 要快快乐乐地下课 高高兴兴地回家 书包都背好了 准备往外跑 没想到 不小心打翻了摩羯的墨水 要清干净才能回来 如果你来找我 就可以一起帮我清理了 还好我没去啊 爹 你笑什么 又不好笑 不好意思啊 爹想到 你仔细清理桌椅地板的画面 就觉得很有趣 忍不住笑了 尤其黑色的墨水 卡在缝隙里是最难清了 爹看到你在家里 连手指头都懒得动 想到你努力清理的样子 就很高兴啊 后来我还因为清得太干净了 方丈看到后 派我当下个月的清洁小队长 那太好了 只要用心都会有回报的 才不好了 要不得很多工作啊 不好吗 爹 我那么倒霉 你还笑我 好了 我不笑了啊 这不是倒霉不倒霉的问题 是你长期以来的问题啊 是什么问题啊 那就是你总是粗心大意 毛毛躁躁 简单地说呢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我就是小孩啊 不不不 你是个正在学习长大的孩子 爹觉得你只要多一点责任感 就会更成熟 也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打翻墨水了呀 这要怎么努力呀 这样好了 爹最近刚好要出远门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去哪里 如果是好玩的地方 我就要去 听到好玩的就抢着要去 什么也不管了 这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是吗 这样就很没有责任感啊 你不是才刚刚当上清洁小队长了吗 嗯 那你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吗 我才刚当 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啊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大人 这些事你都会考虑的 当然想象爹这么成熟啊 你还需要很多历练的 历练 历练就像人生的蹄狐味 蹄狐味是什么 你想想看呢 这很难解释了 你不懂是正常的 这样好了 为了让你体验一下真正的责任感 爹和娘商量 我出门这几天啊 就让你当当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那不是你妈 就是做爹的工作呀 负责做这个家所有的重要决定 承担每个家人的喜怒哀乐 这些都让我来负责吗 当然 我来负责小丽妹 爷爷还有娘 还有家中一切大小的事 当然他们都会帮助你的 哇 成为一家之主 让我有一种站在山顶上的感觉 爹不在家 我就是一家之主了 耶 小丽子 爹不在的时候 你要好好当一家之主哦 好 让小丽子做主 你可是帮我找了个大麻烦哦 哎呀 小丽子总要学着长大 你就让她练习一次嘛 好吧 好吧 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了她 那我先走了哦 再见 几天后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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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还不知道呢 让我想一想 身为一家之主的我观察过了 应该是没有菜咯 要去买菜 小丽子还认真起来了 那还用说 瞧我健忘的 总是想到 却一直还没去买呢 我来我来 交给我处理 爷 可以请你散步的时候 帮忙买点菜吗 哦 你怎么知道 我刚好要去散步了 小丽妹来跟我一起擦桌子 有我们三个帮忙 就可以让娘休息一下咯 这怎么好意思 没想到 小丽子还蛮会安排的嘛 只要给我机会 我会做得很好的 小丽子现在又是清洁小队长 又是一家之主 还有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我真的很了不起吗 家里的大小事都有我负责 这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 我却花时间在这里擦桌子 小丽妹 桌子由你来擦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种小事不该我来做 有灰尘应该请娘清理 桌子要擦干净一点哦 我等一下会检查的 院子里空空的 如果有草地感觉会更好 等一下找爷爷来商量商量 老李 老李 汤汤叔叔 有什么事吗 我有事找你爹 他在吗 急事 他出门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有人托我要找他买栗子 我爹好几天后才会回来 那糟糕了 那个人要得很急呢 如果没办法立刻确定 我把他去找别人买去了 可以 可以什么 我家有很多栗子 要多少斤就可以卖给他多少啊 这个客人可是要一百斤啊 我家有好几百斤呢 是吗 我还是要找你爹比较好 一定可以的 我确定我家有很多栗子 我亲眼看到了 像小山一样堆着 藏库里有很多吗 那我去跟那个人说 他还在我店里等我呢 他明天会来拿 你先跟你娘或爷爷说一声 好 我会请他们准备的 小栗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龙龙叔叔再见 再见 我帮爹做成了一笔生意 他回来听到一定很高兴 什么 你答应了什么 有人要买栗子 我就说好啊 我们家的仓库里不是很多吗 我看到放进去好多耶 不是吗 小栗子 你没看到那些栗子 后来都卖掉了 都被搬走了吗 现在仓库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没人告诉我 平常这些事情爹娘也不会告诉你啊 你应该要先问一下的嘛 哇 这下糟糕了 该怎么办啊 你要赶快去跟他讲 我们家没有 不行 已经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 对我们家的商欲是会有影响的 商欲 就是你对别人的信用 如果答应了又做不到 别人以后就不相信你了 对 这件事得赶快把你爹叫回来处理 我去叫爹回来 小栗子 你用跑的追得上吗 得去拜托阿福爹派人骑马去追 还好你爹才走了没有多久 娘去一下阿福家 那你一起来好了 因为我是一家之主 是因为你爷爷去买菜了 才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 还有小栗子 看我急的 什么 我要去哪里弄一家百斤栗子 我爹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听说非常大声 附近的鸟都飞起来了 你后来被你爹骂了吧 没有哎 你为什么 因为我娘说是他让我当一家之主的 他要负责 好了 家里的私事就别再说下去了 说说 经过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吗 我学到了 话不可以随便说 说出来的话都是要负责任的 谨言慎言慎行 我以后会谨言慎行的 那很难吧 我会的 那后来咧 后来怎么办 怎么变出一百斤的栗子 嗯 为了要信守承诺啊 我爹就去收购了一百斤的栗子 再卖给那个人 然后就赔了一些钱 还要赔钱 因为临时买的会比较贵吗 我爹临时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凑足一百斤的 看他那么辛苦 我真的好心疼 我看你爹是不会再让你当一家之主了 第一次当就闯了那么大的祸 你怎么知道的 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好不开心哦 那就慢慢努力 直到有一天完全学会 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那时你就成熟了 你要努力哦 你也要努力哦 你也要努力哦 你也要努力哦